武神主宰 第五千六百五十三章 自然是真 作者 按摩师 诸多死灵也是面面相去 而那清冷女子也是瞳孔一缩 阁下什么意思 先前从命运长河中看到的一切 让她明白 秦晨和冥藏大地 或许真不是一活 秦晨面带微笑 诸位之所以对我等有敌意 无非是怀疑 我等是那冥藏大地之人 可实际上 我等非但不是冥藏大地之人 还是那冥藏大地的仇敌 诸多死灵都是一阵 仇敌 秦晨转头看向清冷女子 淡淡道 这位姚姑娘 先前应该也都看到了 那冥藏大地 在我等从宇宙海进入冥界的时候 曾对本少出手过 本少甚至差点因此而陨落 我相信 诸位俱是头脑聪慧之人 敌人的敌人 便是朋友这个道理 应该都清楚 毕竟诸位 能在死灵中 修炼到这等地步 也都不是愚笨之人 那黑袍死灵文言 突然冷笑道 你小子别拍马屁 我等可不会被你的马屁给拍中 秦晨皱眉道 不好意思 先前说错了 也不是所有修炼到这等地步的死灵 都头脑聪慧的 起码这一位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哄 这黑袍死灵强者身上 瞬间爆发出来恐怖气息 怒气腾腾地看着秦晨 秦晨淡淡道 本少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 其他人都沉浸在本少所说话的信息之中 只有你想的是本少在拍你马屁 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你这蠢货 本少用得着拍你马屁吗 你放肆 这黑袍死灵强的发抖 急忙看向清冷女子 姚公主 你看看此人 你的确是个蠢货 然而回应她的 则是姚公主一副看白痴的表情 我 黑袍中年待着 看向其他死灵 不仅是姚公主 在场其他顶级死灵 也都看白痴似的看着她 同时 眼眸中 看向秦晨的目光 充满了凝重 姚公主皱眉看着秦晨 目光深处闪过一丝精芒 凝重道 你是阳间人 不错 哄 秦晨微微一笑 身体中瞬间爆发 出来一道冲天的气息 这气息无比赤胜 宛若一轮烈日 在这虚空中生腾起来 这是 阳间气息 其他死灵都震撼地 看着眼前秦晨身上的气息 那灼热的气息照耀上来 让不少死灵身上 隐隐传来道道刺痛 这绝对是阳间气息 不会有错 阳间气息 对于冥界鬼秀有巨大的压制 对于他们这些死灵 场合中的死灵而言 压制之力更加恐怖 魔力 你也开本源 秦晨看了眼魔力道 是 魔力咧嘴一笑 哄 他的身上 一道漆黑的本源气息 瞬间冲天起 宛若一轮漆黑的魔日 浮现天地 虽然充满了无尽的魔气 但其中所蕴含的赤圣魔气 还是令在场无数死灵身躯 都是不由自主地颤抖 阳间本源 又是一尊阳间人 诸多死灵面露惊骇 这等赤圣的阳间气息 只有阳间之人才能拥有 一般冥界鬼秀 根本无法绽放出来 如此赤圣的阳间力量 诸位 还需要我们表现什么吗 秦晨淡淡道 在诸多鬼秀震惊的目光中 清冷女子沉生道 你们身为阳间人 为何会来到我冥界 而且 来到我死灵国度 如果对方是阳间人 那和冥藏大帝勾结的可能性 就极低了 当年阴阳大战 冥藏大帝为了冥界献祭自身 不知杀了多少阳间强者 可以说 冥界无数大帝之中 杀死阳间之人最多的就是冥藏大帝了 但是身为阳间人 根本不应该来到他死灵国度 秦晨叹息道 是为了救一个人 救人 是的 秦晨看向魔力 我们之所以来到死灵长河 是为了从死灵长河中 救出他的爱人 这家伙的爱人 姚公主等人 难以置信地看向魔力 这个家伙 竟然也有爱人 秦晨点头道 他和他的爱人 在我们宇宙海下界的时候 便激起恩爱 当时 他们遭到了强敌的袭杀 他的爱人为了救他 甘愿燃烧了自身 听到秦晨的讲述 众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魔力 从先前的表现来看 眼前这家伙 根本就是一个疯子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 竟然也会有爱人 而且 彼此之间竟然如此深爱 这让众人心中 一个个不由地感到不可思议 妈的 这些家伙都是什么眼神 看到众人的表情 魔力脸黑的 就跟锅底一样 那你说的幽明大帝 也是真的 秦晨化落 猛地一抬手 轰隆 只见一道可怕的河流 瞬间浮现在天地间 这河流 带着恐怖的死亡气息 与这死灵国度的气息 疏地激荡共振起来 这是 众人都吃惊 看着秦晨施展出的漆黑河流 此乃黄泉河 诸位都是 这冥界死灵 应该知晓 黄泉河乃是冥界四级大帝之一 幽明大帝的至宝 秦晨看向众人 此人当年在宇宙海的时候 与灭空大帝交手 结果身陨毙命 只留下一道 残魂在宇宙海 后来 本少将他残魂救起 他便臣服了本少 成为本少的一尊仆从 如今我已助他重归黄泉山 这黄泉河水 便是我不久前 从黄泉山携带而来 看着秦晨面前 涌动的黄泉河 清冷女子等死灵都沉没了 虽然他们从未离开过死灵长河 但在死灵长河中 生存这么多年 黄泉河这等至宝 他们自然有所听闻 这一道黄泉河水 可绝非说带出来就带出来的 传闻幽明大帝 陨落这么多年中 连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都 不曾将这黄泉河掌控 若没有幽明大帝首肯 此人是绝不可能 带走这一道黄泉河水的 清冷女子沉没片刻 片刻后 她抬头看向秦晨 然后对着包围住秦晨 他们的死灵一抬手 你们都让开 哗然 顿时原本包围住秦晨的 诸多死灵竟是没有一点犹豫 直接让开了一个通道 清冷女子淡淡道 你成功说服了我 你们走吧 离开这里 我可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姚公主 你可千万不能放他们离开啊 这黑袍死灵顿时极了 姚公主这是 要放对方离开吗 这是为何 清冷女子皱眉看向她 这些家伙 虽然是杨尖人不错 但也未必真不能和冥藏大帝合作 最重要的是 这些人能来到这里 却没遭到阻拦 怎么可能和冥藏大帝 没有一点关系 黑袍死灵急忙道 那你说该怎么办 这 黑袍死灵犹豫了一下 急忙道 自然是勤拿住他们 带他们去国度深处 好好询问 弄清楚他们真正的来意 是否是他们所说的那样 如果他们真和冥藏大帝无关 想来定不会反抗 如若反抗 肯定就有蹊跷 哦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姚公主点点头 旋即不等那黑袍死灵眼眸中的光芒亮起 清冷女子淡淡道 不过这没有意义 这死灵国度 乃是我等居住之地 岂能让外人随意进出 还是让他们离开便是 这 万万不可呀 黑袍死灵急的 脸色都变了 姚公主怎么就不听自己的呢 清冷女子看到秦晨几人 居然没有离开 顿时皱眉道 怎么 你们还不走吧 秦晨拱了拱手道 姚公主 这傻子虽然说的话不怎么中听 不过有句话倒是没说错 如果冥藏大帝真如你们所言的那么强 为何我等来到这死灵国度 居然没有遭到他的阻拦 所以呢 清冷女子皱眉道 秦晨沉思道 我怀疑我等能出现在这里 也是那冥藏大帝的计划之一 虽然我不清楚 他到底要做什么 但我相信 在这死灵国度深处 肯定有那冥藏大帝需要的东西 如果不弄清楚真相 就算我等出去 也会遭到此人的攻击 所以我希望姚公主 能带我等前去一关 弄清楚真正原因 清冷女子冷笑道 你觉得可能吗 而且 就算你们会遭到攻击 和我们有关系吗 秦晨摇头道 姚公主 你们应该也被困这死灵国度不少岁月了 我等想弄清楚真相 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你们 若能解决那冥藏大帝 相信诸位将来 也能安然生存在死灵长河中 不再遭到攻击 听到秦晨的话 清冷女子顿时冷笑了起来 解决冥藏大帝 就凭你们几个 对 就凭我们几个 秦晨笑了笑 本少还忘了一件事 没告诉诸位 其实站在本少身后的 不仅有冥藏四级大帝之一的幽冥大帝 还有冥藏四级大帝之首的明月女帝 什么 听到秦晨的话 在场所有死灵脸色都变了 就连那黑袍死灵眼眸中 也露出一丝震惊之色 而清冷女子瞳孔深处 更是有一瞬间失神 明月女帝 你有明月女帝的支持 不可能 明月女帝不是已经失踪了吗 姚公主失声开口 有一瞬间失色 自然是真 秦晨笑了笑 忽疑地看了眼清冷女子 先前说到明月女帝的时候 此人的语气中 蕴含一丝莫名的激动 先前哪怕是听到之前 自己来自宇宙海 也都没有如此变化 明月女帝的名声 竟如此厉害 本章完 未经许可 人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